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省家人 你加拿大女友有多呢? 上次我们说完飞机票 如何找到最便宜的 和试一下 在这个欧洲飞一下都可以 今次就和大家看一下 如何去找一些 好的 便宜的酒店 先说明了 这个只是我个人的分享 未必适合你的 但是你都可以 顺藤摸瓜地去 用这个方法 去找一些适合你的酒店 都是那句啦 如果你未订阅的 订阅我们的这个频道 按下小铃铛 有什么新片 你就会立刻知道 还有 Share给朋友 like一条片 有什么comment 在下面跟我慢慢说 好 去片 如果你订酒店 不外乎都是两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就是网上旅游公司 这几间就比较出名少少的网 这个网上的旅游公司 我们如果找一些网上旅游公司 最好找一些信誉 比较超转一点 例如熟悉一点 大间一点 起码倒闭都没那么害怕 你也可以试在Google直接找 怎样做呢 比如你打 Hong Kong Hotel 在Google.ca 的时候 你就会见到 你可以看的Map 用Map的时候 你就会见到香港 九龙新界 不同的酒店的价钱 当然 如果你是见到价钱 差不多 对的时候 可以按进去看看 譬如我们在这间酒店 大概200多元 进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 比较一下 不同网站 它在卖的价钱 当然 你可以调教你的日子 人数 这样 这个价钱 只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因为 它只可以帮你跳过那个 website 搜索一下 真正的多少呢 要按进去才知道 好了 我就习惯用Expedia 所以我今次 就用Expedia 作为例子 如果想找酒店 怎样打 在这个State 我就可以打 Hong Kong 当然 你可以告诉他 你想住哪个区 譬如荃湾区 旺角区 Coseway Bay 都可以 你按完之后 就选你的日子 选完日子 之后 你就按灯 可以告诉他 你多少人 因为有时多少人 都取决你 可以住到多少房间 通常 不是二人 三人 四人 如果你多过四人 不如 设计两家房 更好 因为 价钱分分钟 会不同 一个人基本上 和两个人 没什么分别 所以在这个例子 我用两人来做的例子 接着你搜索的时候 就会找到的地图 和价格给你看 好 见到result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左手边 用不同的filter 去filter你 例如 我不想住这么cheap 你可以把价钱 拉高一点 对吧 例如 好像 110多 这样他就再filter 这个list 然后你就可以 再去 做不同的sorting 由 价钱的高低 或者距离dowtown的 远近 亦都可以用 Rating来计 这里就大概 告诉你 你所想住的 酒店 是大概多少钱 亦都可以用左手边 这个图形 这个地图 按了之后 他就会 画地图给你看 然后大概 给你知道 他的酒店 在哪里 例如 我看 九龙 在这个尖沙咀的时候 就见到很多 不同的酒店 好歹给你知在哪个位置 然后呢 价钱是大概多少钱 你看到这里密密麻麻 那么阔的时候 就算有东西看 一看的时候 哇 看到百多元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 很可能这些都是类似 宾馆的形式 看看 果然 single gas house 这些 如果你一家人两三个人 就千万不要住了 因为有其他的option 选 如果你说是backpacker 想住便宜一点 这些都没所谓 的 我们逐区逐区看 首先看看尖沙咀区 我sort buy的价钱 就由低到高 你看到 20多元 30元 40多元 加持有一晚 给你都不要信 是不是 通常我这些全部 filter out 由于尖沙咀就是最旺的区来的 所以基本上你给到100元加持 都还是住一些hostel 的例子 只要去到多少钱 我们才会见到一间 试试正正小小的酒店 你继续 scroll下去 给到150元 你就可以住 Ramada 其实除非你有特别的原因 如果不是 但是我都觉得尖沙咀都不是一个住得比较好的地方 虽然下面就很可能 很方便一些的 去一些夜店的地方 或者 晚上有夜生活的地方 但是香港 现在都没什么夜生活 所以呢 所以呢 我都觉得尖沙咀都不是特别好住的 那么通常的价钱 起码都两百多元 你这么记得地图出来 只要是用这个方法 你就可以顺藤摸瓜 看看 你想住的地区 大概多少钱 例如你去到一个新的地区的时候 你按了search 再找一下这里附近有什么酒店的价钱 可能你如果见到旺角尖沙咀这些 没200元的时候 你都真的要想一下 他那里是否真的那么适合你住 譬如这里 193 这一个 就是我们经常去的同均总部的酒店 200元 都可以接受的 按一按进去看一下 通常我看一下一间酒店适不适合 适不适合呢 我首先会看一下他的相片 看看样子 是不是正 这一间基本上是同均中心那里 我们就去过 看一看 大堂也很美 房子 那些相片就很美了 究竟是怎么样呢 当时 去到才知道 基本上这间都是正常的酒店 我们可以 看一下他有什么房 你看到他也是四星级的 看看房子 他就有什么offer 有一个 City Mr King Room 看看价钱 他就193元 我们最紧要看什么 看看我们有多少人去 如果我们两个人去 一张King Size 行不行 两张Queen Size 又行不行 一张Queen 两张Twin 一张Queen 你喜欢怎么样 这个Formation 你找两条马 去的时候 没理由一张Queen Size 是吧 两张Twin 就比较好 夫妇去的时候 有大床当然要大床 当然看看价钱 如果价钱大价 193的时候 我会选一张King Size 他也会解释给你知 那间房子可以 睡到多少个人 三个人 这三个人 可以三个人住 这三间都是 也要紧要看就是 房间的尺寸 因为如果你多人同行的时候 可能你的行李也挺多 如果房间太小 只有百多尺 分分钟 好像日本酒店那样 行李也放不到 如果这一间215尺 你看到 旁边也有一些小孩 可以给你制入行李 不是太大 但是可以接受 接着你就可以 按这个More Detail 进去看看 一些更加之多 关于这间房的资讯 例如不同的相片 是吧 一张King Size 在这里 一张 小桌 在旁边 那当然 你去到看到 就没那么新的了 但是都大概 八成左右 都应该希望相似 看看不同的相片 有view 这些真是 卖广告的 好了 看看有些什么 包在里面 free wifi 通常 现在的酒店 正常都有付 因为 以前 WiFi 可能要付钱 才可以有 现在 好補及 真是 有free wifi 也挺重要的 例如你 去到一个地方 拍了很多照 回到酒店的时候 可以利用free wifi 拌上去 你的云端 或者 送给朋友 就这样 如果不是 你就要靠你的mobile data 可能是很快用爆了 当然 他也会介绍 房间有什么其他feature 例如city view 或者是 望街 望城 这样 刚才说过有多少人住 size 多少 通常那些 rating 这些 信不信得过 由你 看看网站 对不对 另外 厕所包些什么 accessibility 包些什么 里面整个房 又包些什么 你看看就知道 大概是否 对你的心水 另外一度要看就是room option 因为很多时候你便宜的时候 便宜的当然是restriction多些 即是说 你想退钱 未必可以 例如这里 cancellation policy non-refundable 就是告诉你 这间房子 不可以refund 但是也有其他option Fully refundable before 3月3 3月30号 因为我订这个日子 就是4月 所以呢 他都可以给我一个月时间 差不多半个月 或者几个礼拜 就可以 不用钱refund 都挺好 因为他加零 如果你再早点的时候 加多14 那你就想一下 你自己 有什么option 譬如你那个 假期都订到 十一晨日 没得转的 机票又没得转 什么都没得转的时候 然后呢 那就不如 non-refundable 是不是 如果你说 喂 我很多时 现在 机票 有走赚 房租 我又可以有走赚的时候 那你就 给多少钱 买多个 灵活 给自己 是不是 亦都 算了给你 total 价钱多少 亦都 大概 告诉你 percentage off 是多少 便宜了多少 这个 就不要尽信了 因为 在每个的 website 他们可能 价钱 都未必一样的 那就要真是看看实价 是多少钱 才知道 你都可以按 price detail 看 在price detail里面 你通常就会见到 说 告诉你 我原来 就选了20天 所以就要收 3870元 再加10%的税 其实什么叫税呢 香港是不是真的有税呢 香港其实 政府是容许 这个 酒店收10%的服务费 或者叫税 或者其他的款项 所以呢 这个 是有可能会收的 你要看一下 你那个价钱 其实包了没有 有些 就会包了 有些 就分开来算 因为分开来看的时候 可能价钱好像 吸引一点 买东西 最紧要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货给三家 这一个的expedia 的价钱 你可以看一下 其他的website 例如我们可以google 直接试下 找 如果你 一年之后 都应该紧紧找到的 如果你找得太长远 未必的 记住apple to apple 用同样的数据 来去找 比如你找这里的时候 看到了 找不找到 那间的 酒店呢 我不是要share 就要直接copy了 名字 有的bp 直接找这间 是不是 放大镜看一下 究竟在那段时间 这一间的酒店 收我多少钱呢 你见到booking.com 192元 fee cancellation 或者是不同的款式 如果你是其他的酒店 他就没有说 at least我们可以compare下这个 booking.com是192元 而这个expedia 就是193元 那一元是不是一个大的difference呢 小数怕长计 你住20万 那就是20元的了 最紧要按进去看一下 他有没有什么其他款款和condition 除了刚才说过 我们可以是经过这些网站 去订这些酒店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直接去那间公司的 那个酒店的网站找的 就拿这个bp 这间 international做例子 我们找一下 看看找不找到他的 真正的网站先 最重要你make sure 这一个 你看到那个 的酒店呢 是official的 那个 不要去错一些 不知名的 比如这个呢 讲到明是.com.hk bpih 遲晒羊 按进去看的时候 看看是不是正确 遲晒了 应该就是 原本本的那间酒店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website 有没有设计 是不是 按设计now的时候呢 就会跳动我们的policy 跳动这个地方 好了 选择同样的 日子 Apple to Apple 例如我刚才选择的 就是4月的2号 到22号 Done 同样一个房 两个人 他有什么offer 给你呢 你见到他 就用这个港币 来计算给你的 很难去计算 我们唯有就用Google的方法 看看 我们translate了多少钱 好了 价钱就是37732元 如果我用 今天的汇率计算的时候 大概就是6652元 如果比较一下 Expedia现在订的价钱 为Expedia 4269元 当然是划算 所以你就可以 比较一下 究竟哪个方法 订才是最划算 记住 你比较的时候 记住Apple to Apple 因为他有不同的房子 对吗 例如 这个是 Kingsize 这个是两张床 这个是 Qingsize 所以你比较的时候 不可以只看房子的数量 今集就和大家分享了 怎样 Expedia 炒酒店 怎样 比较价钱 究竟 实质一点 有没有好点的办法 在酒店那里 再摸到 脱到好点的价钱 下一集 我就和大家再 聊一下 究竟有什么finding 我是找到的 记住有兴趣 记住订阅我这个频道 按下钟 有什么新片 你就立刻会知道 好了 这次先赶着按摩 下次见 拜拜 好了 这条片就去到这里了 请大家 订阅 点赞 留言 分享给你的朋友 是这样 下次再见 拜拜